创世纪 第36章 以下是以嫂的后代,以嫂就是以东。 以嫂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寄辩的孙女, 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又娶了以时玛丽的女儿,倪拜约的妹妹巴什摩。 亚大给以嫂生了以利法,巴什摩生了刘尔,阿和利巴玛生了耶乌施,亚兰和可拉, 这些都是以嫂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 以嫂带着她的重妻子、儿女和家中所有的人,以及她的牲畜, 所有的牲口和她在迦南地所得的一切财产, 离开她的弟弟雅各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他们都有很多财物, 所以不能住在一起,又因他们牲畜很多的缘故, 他们寄居的地方也容不下他们。 于是,以嫂住在西尔山上,以嫂就是以东, 以下是西尔山以东人的始祖以嫂的后代。 这些是以嫂种子的名称。 以利法是以嫂的妻子,亚大的儿子。 刘尔是以嫂的妻子,巴什摩的儿子。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迦坦和基纳斯。 提纳是以嫂的儿子,以利法的妾。 她给以利法生了亚玛丽。 以上这些人是以嫂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和米萨。 这些人是以嫂的妻子,巴什摩的子孙。 以下是寄变的孙女,亚拿的女儿, 以嫂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儿子。 她给以嫂生了耶乌施、亚兰和可拉。 以下是以嫂子孙中的族长。 以嫂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 阿摩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 可拉族长、加坦族长、亚玛丽族长。 这些人是以东地以利法的族长, 都是亚大的子孙。 以嫂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 谢拉族长、沙玛族长和米萨族长。 这些人是以东地刘尔的族长, 都是以嫂的妻子巴什摩的子孙。 以嫂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施族长、 亚兰族长和可拉族长。 这些人是亚拿的女儿。 以嫂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族长。 以上这些人就是以嫂的子孙和他们的族长。 以嫂就是以东。 以下是那地原有的居民, 和利人·希尔的儿子。 罗滩、硕巴、 祭辩、 雅拿、 底顺、 以查和底山。 这些人是以东地和利人·希尔子孙中的族长。 罗滩的儿子是何利和希曼。 罗滩的妹妹是婷娜。 硕巴的儿子是亚勒文、 马拿霞、 以巴禄、 士波和阿南。 祭辩的儿子是雅雅和雅拿。 当年在旷野目放他父亲祭辩的驴, 发现了温泉的就是雅拿。 雅拿的儿子是底顺。 雅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 底顺的儿子是新旦、 伊士班、 易兰和基兰。 以查的儿子是碧汉、 萨藩和雅干。 底山的儿子是乌斯和雅兰。 以下是何利人的族长、 罗滩族长、 硕巴族长、 祭辩族长、 雅拿族长、 底顺族长、 以查族长、 底山族长。 这些都是何利人的族长, 在西尔地按着他们的宗族做族长的。 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统治之前, 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 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 比拉死后, 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替他做王。 约巴死后, 从提曼地来的护山接替他做王。 护山死后, 比达的儿子哈达接替他做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原野上击败了米甸人的。 他的京城名叫亚卫德。 哈达死后, 马士利家人桑拉接替他做王。 桑拉死后, 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替他做王。 扫罗死后, 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替他做王。 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后, 哈达接替他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乌。 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 是米萨河的孙女, 马特列的女儿。 以下是以扫所出族长的名字。 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家族和住处命名的。 亭纳族长, 亚勒瓦族长, 耶铁族长, 阿和利巴马族长, 以拉族长, 比嫩族长, 基纳斯族长, 提曼族长, 米比萨族长, 马基迪族长和乙兰族长。 这些都是以东人的族长, 在索德作为产业的地上, 按着他们的住处做族长。 以东的始祖就是以扫。